看看新闻吧 我更多的是享受 可是但我觉得 作为父母来说 他肯定已经紧张得快疯了 所以我还是让别来 在电视机前看我就好 嗯 然后最近 刚刚我看你在 马上表示 有时候人家感觉会 我看你很爱上 嗯 所以 你会想到 唱那样是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 我 我觉得我骨子里面 其实很喜欢这些 嗯 悲伤的东西 有一点 嗯 不是我是悲观主义 可是我觉得 嗯 悲伤的东西 用我的舞蹈演绎起来 可能我会更 更有感触 感触一些 但是我本身是个 特别乐观的人 然后在化妆间里面 已经跟他们 学什么打成一片了 那这次来这边 有什么意味 感觉心愿吗 其实我今天 刚刚在台上 我真的没有机会讲 其实我还有一个目的 是冲着杨老师来的 杨丽萍老师 她是我 永远的女神 我不追心 但她是唯一一个 其实我刚才 特别想借这个机会 说 能不能请 杨老师上台 给我一起跳 跳一支舞 哪怕只是十秒钟 可是我觉得 好像刚才 我说的太多了 然后我下来 拿机票的时候 我就偷偷在她耳边 说杨老师 我说 能不能下次 能有机会 跟你一起跳舞 然后她摸摸我的脸 她说宝贝你很棒 嗯 我觉得好开心 好开心 好满足 那个圈子 是不是你自己都已经 不是 特别用了 对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跳了这么多年 可能就是掌声 对于我来说 可能 已经没有那么多感动 因为我每次演完出 我是主角羡慕的时候 都有很多掌声 可是 刚刚我觉得 几家那些陌生的观众 然后旁边那些 其他的选手 给我掌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掌声 特别的珍贵 特别的不一样 特别能 就是 那个响声 特别能钻到我心里